嗨,我是寶可夢,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國泰世瓦Cube卡推出了第五大權益 慶聲樂,到底權益如何呢?帶你來看看 你可以看到慶聲樂的部分是指定百貨3.5% 然後有全球飯店住宿3.5% 最厲害的就是精選指定餐廳還有電影院跟KTV 有到10%的小數點回饋無上限 你可以看一下慶聲樂的權益解說 它的活動期間是8月1號到12月31號 每一個月份的壽星都可以轉換到慶聲樂 來享有這樣子的權益 那它這個權益的公告呢 目前只公告到9月30號 第一個就是指定百貨有3.5%回饋 像遠東SOGO百貨、太平洋百貨跟廣山SOGO百貨 這很明顯就是針對之前國泰世瓦SOGO聯名卡 就是取消之後所加上去的權益 全球飯店住宿有3.5%小數點 這個所有國內外飯店、商旅還有民宿等等的住宿店房 通通都算蠻不錯的 第三個 精選指定餐廳10% 好 像 探索馬里精品燒肉 宇月樓頂級月菜餐廳 肉 大碗燒肉專門店 教父牛排 山海樓 金蓬來尊谷台菜餐廳 Meat GQ橡木製烤牛排館 老星台菜 飯燒肉 善民間創作料理跟生鐵板燒 這些餐廳呢其實都不便宜 大概一份套餐就要2000到3000塊錢 如果你是兩個人去吃就是五、六千塊跑不掉啦 那10%回饋就是可以拿到五、六百點的小數點 其實也是蠻補的 電影院像國賓、威秀、秀泰秀泰 都是有的 那還有KTV歡唱像錢櫃、好樂迪、新句點跟響溫馨 提醒你注意事項 這個走期呢是走半年 走到12月31號 明年的權益明年才會公告 那下一季的部分是10月1號到12月31號 也會持續的更新 那這個慶生月的方案呢 只限正卡人的生日切換 如果你是附卡當然就沒有了 那你不是這個月生日 你也切換不到 那生日月的次一個月份呢 它就會幫你改到幾經選 如果你沒有改掉的話 特別著名 不包含透過訂票跟線上定位來做消費 所以很多人很好奇 像威秀可不可以先儲值再消費呢 這一點呢我就覺得需要大家去做實測 只要它的勤管單位是威秀影城 那應該是符合資格的 每個月呢 只有大概十二分之一左右的慈喊人 能夠享有這項選項 銀行真的是很會做行銷 省很多啦 頂級餐廳一頓套餐至少2000起跳 但10%滿補的 不過呢我個人覺得 世界卡的用餐兩人五折 甚至七五折的折扣 都比這個還要好 可以的話呢 請你加辦國泰世華世界卡 你可以享有的餐廳飯店優惠比較多 那有興趣的話 這邊呢一樣有QR Code可以申請上車 國泰世華Cube卡他要怎麼去做切換五大權益呢 你只要打開國泰世華CubeAPP 第一個呢點選Cube的權益方案 第二個呢在選擇你要的五大權益的其中一個 第三個呢下面按一個確認切換此方案 那最後就切換成功了 那一個人一天只能夠切換一次 國泰世華Cube卡針對這個生日獸星有做加碼權益 來看看 第一個請你下載國泰優惠APP 這個國泰優惠APP裡面呢 有針對壽星給予的額外好康 比如說星巴克指定飲品有85折的小數點兌換折扣 或者是Uber單趟70元的折扣優惠 它會在8月15號的時候直接匯入你的戶頭 很多很多的飯店優惠 我個人覺得CP值比較高的那就是最上面的 比如說軍品酒店你在入住的話呢 它就有再多給你訂房96折 還有4.5%回饋 差不多就是9折了 然後還有壽星小禮物 那像雲品當月壽星入住 CubeAPP可以有這個額外的回饋加碼 然後還有訂房96折跟壽星小禮 像這兩家我個人是覺得CP值比較高的 其他的部分的話 大部分都是送你這個入住紅酒 或是雙人早餐之類的 活動期間都是從8月1號到12月31號 所以下半年生日的朋友呢 你可以考慮使用他們的這個訂房住宿方案 出去玩一下也不錯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用Cube卡的小數點兌換機票的過程 我相信大家應該很有興趣 我用長榮的里程換到了亞洲到歐洲的商務艙機票 總共有4張機票 這個就是已經開票成功的這個頁面嘛 到底要怎麼換呢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呢 請你先確定你要的目的地 比如說我要去做寬揚州的旅行 我可不可以去英國 我可不可以去法國 或者是德國 如果可以的話呢 請先確定你的國家 接下來再找有沒有航空公司飛過去的 以巴黎來講的話呢 台北巴黎的來回商務艙機票 需要15萬里每一個人 這次先註記下來 那如果是華航的話 你要去羅馬16萬里 你就可以換商務艙來回機票 或是亞洲萬里通 透過香港或是日本轉機 你一樣也可以去巴黎 它需要的里程數比較少 就是13萬里 以我自己兌換成功的台北巴黎 來回機票15萬里來做解說 計算所需要的里程數 這個很重要 如果我要一個人出發 那就是15萬里 兩個人的話呢 就是30萬里 那你需要多少的小數點呢 這邊有寫到 如果你沒有世界卡的話呢 以360點小數點兌換1000里 如果你有世界卡的話 那就是300點兌換1000里 所以我這邊幫你算過了 如果以15萬里來講的話呢 你大概需要 45000到54000的小數點 這中間大概差了多少 它有9000點 所以如果你持有世界卡的話 其實你的兌換的壓力 比較不會那麼多 那如果你要兩個人去飛的話呢 就要Double 你沒有世界卡的部分 你要準備10萬點的小數點 10萬08000點小數點才能兌換 有世界卡只要9萬點就好了 所以相對而言是比較划算 那我們以這個五大指定通路 至少3%起跳來算的話呢 以這個54000點小數點來講的話 沒有世界卡的人 你得刷180萬 才能夠累積到54000點的小數點 才能夠兌換15萬里的長榮里程 那如果你本身是有世界卡的話呢 你的刷卡門檻比較低一點 只要150萬 就可以累積45000點小數點 然後來兌換15萬里的長榮里程 30萬點的長榮里程的話呢 以有世界卡的標準來講 就是要刷300萬 這個門檻真的有點高 但是呢 它絕對是無超所值的 當你的帳上都準備好這些小數點之後呢 你就可以來兌換進去長榮帳戶啦 打開國泰優惠APP 然後點選下方的信用卡 再來呢 下一個畫面這邊 有一個點數轉換的部分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欸 就可以進行轉換了 如果你有世界卡的話呢 它這邊就會直接顯示 比較優惠的這個兌換比例 那上面有一個長榮 你點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輸入你要的主數 它就會在五個工作天左右 把你的點數扣除 轉換進去你的長榮里程 那你就可以開票了 我這邊大概是從4月份開始 就陸續的要把我的點數轉進去 我這30萬里的來源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是HSBC旅人卡的旅遊積分 大概轉了15萬進去 那再來第二組的話 就是國泰釋華的小數點 4月25號我就轉了15萬左右進去 然後就可以進行開票啦 只要善加利用這些點數 免費出國玩不是夢想 比如說世界卡的等級來兌換長榮 華航跟亞洲萬里通 其實是CP值比較高的選擇 大家最喜歡的日本航空 也可以兌換 那甚至像飯店的話 萬好旅想加亞高 或者是IHG其實都有 明年我要去曼谷的住宿啊 其實我就兌換了這個IHG洲際酒店 然後就用這個點數去做住宿兌換 大家呢可以自己去計算一下 如果你的點數夠多的話呢 其實這些都可以兌換免費使用 台北巴黎的商務艙到底要多少錢啊 我換的票是2024年的6月6號到6月16號 去城跟回城 如果用現金來買的話呢 要花多少錢 這邊已經直接查出來 是172839元 哇真的是蠻貴 兩個人就要多少錢 345678 345678 好貴喔 你用的是9萬點的小數點去兌換的話 到底你的刷卡回饋率是多少 兩個人的金票錢是345678 那你的刷卡金額 以小數點9萬點大概需要刷個300萬來算的話呢 是11.5%的回饋 如果你在4%5%6%10%的 這些通路刷卡累積到的點數呢 又更值錢了 所以你的回饋率不會只有11% 可能是20%30%回饋 把你的小數點拿來兌換機票 絕對是一個划算的做法 再來再教你一招更厲害的玩法 就是外站的商務艙機票 兩段票變成四段票 怎麼做呢 剛剛講的是台北巴黎的來回機票 所以就是只有兩張票嘛 如果你把它改成東南亞的外站出發的開法 比如說你從東南亞出發 然後到歐洲去 那就可以開出 曼谷到巴黎 巴黎到巴黎島的這個開法 第一個為什麼曼谷出發 為什麼最後是巴黎島回來 因為你可以加開口 第二個的話呢 長榮的長城機票可以在去城或者是回城當中 增加一個中庭跟一個轉機點 所以我把中庭點設定在去城的部分 就可以變成曼谷先到台灣再去巴黎 巴黎回來台灣再去巴黎島 也是開得出來的 東北亞東南亞出發 然後設定中庭點為台灣的開法 曼谷到台灣 台灣到巴黎 巴黎回來台灣 然後再轉機去巴黎島 就切成三段旅程了 一樣是30萬里換成外站票的話呢 就會由來回的兩張票變成四張票 從只能去一個點巴黎 變成先去曼谷玩 然後最後呢 還是再去東南亞 你要去巴黎島也可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很聰明的玩法 就同樣的錢同樣的里程數 但是你可以換到更多的機票 然後可以飛出去玩 因為它是外站票出發的部分 所以第一段 台灣到曼谷的部分 你要自己想辦法 最後一段 從巴黎島回來台灣 你也要自己想辦法 你就可以再用其他的里程票來做兌換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注意事項 這個小數點呢 對入各大航空公司 需要3到5個工作天 如果你急著要換票的話 請你要急早兌換 那小數點呢 效期一共是3年 長榮的里程有3年 所以你可以 累積小數點到第三年 即將過期的時候 一整包丟進去長榮里程 它就一樣會開始 繼續再往後算36個月 所以你最常有6年的時間 可以做累積 如果以300萬來講 除以6 大概就是一年刷個50萬 你也是可以拿到這樣子的 這個點數 長榮里程票呢 最多可以開365天以內的票 開出去的票需要在 開票當天 起算365天內飛完 你如果今天是8月2號 你要開的話呢就是明年8月2號 之前要把這4張票 飛完機場 稅跟冰險要自行負擔 金額大的話 你可以刷頂級信用卡 一樣可以叫機場接送 比如說 我就可以刷富邦中醫世界卡 那麼只要符合 90天內滿6000元 一樣可以叫機場接送 你也可以幫你的親友開票 你只要是長榮的會員 最基本的綠卡會籍 一年就可以加6個人為對話名單 加進去的24小時 你就可以把點數轉給他 那就可以打電話給客服開票了 有興趣的話呢你可以看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有更多長榮里程的開票教學 最後呢我們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國泰斯華Cube卡的藍人卡組推薦 畢竟這個卡片這麼複雜這麼難用 到底要跟什麼卡片搭配最好用 第一個呢就是航空里程的卡組 如果你要跟我一樣 累積里程飛出國 然後每一次旅程都是商務艙爽爽飛出去 爽爽飛回來 那麼我建議你 Cube卡搭配HSBC旅人無限卡 是一個棒的選擇 Cube卡的五大指定通路可以拿到 3到10%的點數回饋無上限 在這五大通路之外的消費 你就一律灌給旅人無限卡 旅人無限卡連費8000塊不可減免 但是他有送你 四趟機場接送跟八次貴賓室 這四趟機場接送你只要有刷機票 聯航的機票也可以叫 那活動期間是7月1號到隔年的6月30號 只要在這個期間之內有刷機票 就可以叫機場接送 國泰斯華Cube卡呢 提醒你要搭配有世界卡的權益 那麼你換長榮華航跟國泰 他的點數兌換比例呢 是比較划算的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有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掃碼申請囉 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LINEBANK信用卡 LINEBANK信用卡的回饋呢 國內2%海外3% 其實基本上算是 國內的頂級高標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張卡片呢 拿來當作是一個3%點數 回饋無上限的卡片 然後拿來折抵刷卡金 這張卡片五大通路以外的部分 一律刷這兩張卡片 就可以拿到國內2%海外3%的 現金回饋無上限 活動期間是 2023年7月10號到 2024年7月31號 所以有整整一年的時間都可以使用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掃這邊的QR Code 一樣也可以申請喔 LINEBANK信用卡 需要先開戶才能夠申辦信用卡 請你先申請LINEBANK帳戶 接下來在APP裡面就可以申請了 行動支付的卡組推薦 這個Cube卡就不用講了 那這張卡片呢 是永豐Sport卡 它只要呢 每個月有運動 數據大概7000卡路里 或者是Apple Watch 有畫圓圈滿3個圈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 Apple Pay跟Google Pay的 行動支付7%回饋 每個月刷5000塊 可以拿大概350點的封點 可以折抵次次月的刷卡回饋 我個人覺得這張卡片呢 的確是我這個 Apple Pay裡面呢 第一神卡7%回饋 也很推薦給大家使用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權益呢 是走到12月31號 所以現在上車 一樣可以用 接近大概6個月左右 還不錯 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找這個QR Code來申請囉 如果你跟我一樣呢 喜歡去五星飯店吃美食 享樂的人 這三張卡片請你一定要辦下來 美國運動千張白金卡不用講 就是一定有很多 兩人五折的部分 然後還有住宿3300 國泰式娃世界卡呢 它其實針對很多的五星飯店 那甚至一些特殊的餐廳 都有兩人五折 甚至是四人以內七五折的折扣 我個人覺得都很不錯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 提醒你喔 國泰式娃世界卡呢 需要是貴賓理財戶才能夠邀請 不然的話就要繳兩萬塊的年費 一年刷八十萬可以折抵四年的年費 大白的部分呢 年費三萬六千八不可減免 所以如果你的年收到兩百萬的話 就可以申請下來囉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掃QR Code來做申請 最後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戶上車的攻略喔 新戶可以拿到最高500點的小數點 7月1號到12月31號上車 請你做一般消費或者是集精選 3比888元以上 並且升公申辦電子帳單 那麼你就會在兩個月之內 拿到300點的小數點 那如果是跟團裡的部分呢 它活動期間是7月1號到12月31號 核卡30日內刷一般消費 或是集精選消費1比888以上 所以你只要解了前面的新戶手刷裡 你後面這個應該就符合資格了 也別忘了要登入CubeAPP一次 那麼你最快可以在2024年的2月份 拿到點數回饋 所以最高就是有500點的小數點 我們本團有做甲碼啦 從1月1號走到12月31號 只要你是新戶上車 我就給你100積分 你就可以換小七100元 或是全家100元 那如果是幼幼班的話呢 可以拿到200積分 基礎班可以拿到300積分 本團的遊戲規則在這邊 你可以這個暫停來看一下 或者我們下面有資訊欄 都可以點連結 來了解更多的詳情 完成任務之後呢 別忘了回報領獎 來結論 國泰斯瓦Cube卡的卡友 已經有超過500萬的卡友了 那發出去的卡數呢 其實有超過大概700萬張了 這麼大的這個群體 他們到底要怎麼去經營呢 他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推出來的優惠呢 只能夠讓少數人去使用 所以這點其實大家看了 會覺得蠻不爽的 我是5月份生日 我要明年5月才能用到這個優惠 萬一要是你年底 就把這個優惠收掉 我要怎麼辦 對不對 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 國泰斯瓦的產品 PM在看到這支影片之後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 不要做這麼討人厭的事情 你可以多給一點優惠 但是呢 你不要做這麼多的限制 但我覺得他們也是蠻為難的 我們大家能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來去研究這張卡片 善用它的卡片 來賺取最大的利益回饋 那把它拿來換機票 我個人覺得是CP值最高的一個做法 雖然說很困難 雖然說很複雜 但是呢 只要你達成了 我相信你就會非常有成就感 至少對於我來講 搭商物艙飛出去 透過這張卡片 我都可以不用付任何的錢 只要付機場稅跟兵險就好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多多學習 如何善用點數 能夠讓你省下更多的金錢 賣向財富自由 如果你覺得今天節目很不錯的話呢 也趕快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這些有拿Cube卡的人 一起來學習 如何透過信用卡 省錢 撈回饋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